作词 李宗盛 小马轩 零零八出事了 我得去看看 你等我 你去吧 徐兰 谢谢你 为我做的这一切 你这是给我发好人卡了 看来 我是彻底没机会了 对不起 别 倔强的小麻雀都就会道歉了 看来是真长大了 不过你放心啊 追我的人都从这儿 排到巴黎去了 不过 我真心喜欢的人 只有你一个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你就是要死要活的 非要跟那个外星人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反正 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 祝你们俩幸福 没想到你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那 我们就按地球的仪式来吧 零零八 这就是我给你说的地球上的酒 每次我喝了它 心跳都会特别有力 这时候就会觉得 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 有情感的 不被承煦操控的人 可惜 再也没有机会跟你一块儿喝了 也许不久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金木兰 我不会让你死的 咱们的实验还没成呢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没时间了 我分析了一下零零器的芯片 如果从外部强拆 就会启动自毁程序 我之前试图入侵过金木兰的程序 发现了一个隐藏文件 普通路径根本就打不开 只能用我们的脑机合一找到通道 我觉得有气 我们之前最大的技术难点在于 人类无法承受人机交互时 对大脑产生的冲击 甚至有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 但是金木兰是外星人 他本身就是AI人机一体 可以减轻这部分损伤 相信我 AI脑机合一程序启动 五 四 三 二 一 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成功一半了 禁不来 别怕 我陪你一起走出去 找到了 我们进去吧 等等 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别怕 我们一起 好 怎么回事 程序不稳定 正在修复 进不来 那是什么 细飞老师 一定在提醒我们什么 你看 西木兰 你怎么了 糟了 次回窗这里 藏了陷阱 你快走 眼睛照见 想看一看下个连房 挥动着双手 想想着你带我飞天上 记忆着像星光 一点点洒在肩膀 但沐浮了 看沐浴了阳光 就不会留下很伤 梦会醒 总隔着遥远的星河 留意过身边的风景 总有惊 总有惊喜 总有惊喜 我在这一路上 轻轻地奔跑 偶尔停下脚步 坐在屋顶 享受那天星光 走走停停的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什么方向 催流一颗心 我相信这是你在 不远地方 梦会醒 总隔着遥远的星河 留意过身边的风景 总有惊喜 总有惊喜 我在这一路上 轻轻地奔跑 偶尔停下脚步 坐在屋顶 享受那天星光 走走停停的 我不在乎 什么方向 催流一颗心 我相信这是你在 不远地方 我们在乎 我相信是 我就好 我相信是你 希望我 witnesses 感谢观看